Pokemon 非洲版 Hello 大家好,歡迎回來Pokemon 非洲版 現在繼續我們的冠軍之路旅程 上次說到我不是太夠打 然後我找了一個強力的精靈回來 就是這個寶石海星 這個寶石海星就升了 然後... 進化了,非常艱辛 又要到處抓精靈,又要去找道具 終於能搞得到寶石海星 這個調整背心 是需要找尋寶機器 然後在版木的道館去找 非常艱辛,非常麻煩 然後身上寶石海星就練好了 又有衝浪高速回轉自我再生和保護式 其實一朝衝浪有用 現在我們就去做最後一件事 就是我們要找超能力的技能 精神強烈 精神強烈好像是這裡其中一間屋會有 我忘記哪間屋會有 我們要玩一玩 好像有一個單獨一間屋 是不是你... 是這個 這個就是精神強烈 是不是 幻象術就是這招 精神強烈,非常重要 因為是本宿技能 然後我們不要招高速回轉 因為應該都沒什麼用 寄生種子和地釘應該不需要 OK 好,那再來 可能夠打呢 咦?有機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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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這隻可能差一點 對,這隻差一點 不要緊 我們先送走一隻 這裡我們用... 這個 隨便可以 反正都死了 這隻就是 好 迷順者要換噴火龍 接著要噴火 很好 鐵甲杯 就... 雷... 雷... 雷料 免得用那麼多噴火 不夠用 接著來了 這個就是格鬥系 和... 岩石系比較多 所以寶石海星在這裡 就是非常之有用處 OK,來了 第一隻就是帶岩石 我們應該是沒有可能輸給他 沒錯 我們還要有超能力 沿黑 嘩? 我們還要有超能力 沿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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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竟然打不死 唉呀 記住 我們這裡要擋一擋傷 這裡要 我們還要音速拳 沙狼 應該... 唉呀 又差一點 沿黑 真的呢 嘩? 暗火龍那麼厲害 一下子可以打死 雷料 沖住 再沖住 可以 OK 換一換重 都是打不... OK 竟然可以打死他 快過去嗎 好 我們不管 雖然 寶石海星都不能一個推到尾 但是至少已經好打過之前 好過之前 OK 接著第三個是緊鬼 緊鬼開頭 緊鬼? 我覺得我不夠快 我覺得我不夠快 很夠快 但打不死 差一滴 我練好努力也是差一滴 搞錯 真的還是假 X了 這次抽也好 雷料 瘋 不夠快 阿帕怪 再來補救海星 玩獎 玩獎 差一點 不要緊 不要緊 噴 再噴 這招應該死吧 嘩 嘩 算了 不要招了 這樣吧 不要招了 這裡 回復提升 不是回復提升 是回復雙藥 然後再重生 然後吃藥 OK 到不到了?到了 這麼快就到了 遊了寶石海星 還可以輸 然後想想想 他第一隻是什麼 第一隻是誰 不是 他第一隻是啟泡龍 不是 那可不夠快 寶石海星 我擔心不夠快 寶石海星 如果夠快都可以 不夠快就在生意 對面快一點 哎呀 對面快一點 為什麼 為什麼對面會快一點 難道又是欠這裡 哎呀我又沒有速度提升 還要 我多少速啊 我84都不夠快 看你要噴火龍才能快 而且他一來一定是原始之力 一款都扣不到 要再升高一點 好 練完LF回來了 終於 好辛苦 這個LF可以在外面練得很辛苦 那個冠軍之佬 嗯 嗯 弱夠不夠呢 重新好像不太夠 買多這兩個 還是買這個呢 沒有了 買多兩個這個 OK 還是其實應該要買一些提升 我怕我一會卡關 不如買一些提升 算吧 有了 速度要買五個 買多五個 砌頭十個 這裡買多九個 然後特墨工買多 買完了 OK 可以 今次兩手準備已經可以了 又升了一個Lag 又買了一個提升 如果到時真的不夠打 先再用那個提升去打 完黑了 準備好就開始了 立即打完這個FOR 不可以 這些已經一下秒過了 接著是貝貝龍 貝貝龍 貝貝龍也要一下秒 這不行 不可以 貝貝龍 貝龍也是貝貝龍 後面也是貝貝龍 完成 已經67Lag 我們的保護小彩星這次可以打到尾了 還不可以打到尾 這次可以升高了 超能力應該打得死吧 54應該死吧 哇,一滴血圓黑 竟然一滴血,朋友 好過分 這麼瘋,為什麼只剩一滴血 這傷害真的... 是因為這隻板,所以傷害這麼奇怪 正常這裡應該是... 突然竟然要禍輸,不是吧 過分了,我猜不到 你看,真的欠一滴血,有沒有這麼誇張 難道他真的要我用特攻提升? 沒理由,幻象術打一百多箱都打不少 一百四十七 岩石蜂 要不然你又嘗試做特攻提升 但是他減了我的速度 會不會不夠快 之後那隻怪力 應該夠快 咦,OK OK的,OK 秒絕過 寶石海星可能是偏向特攻... 速度型沒有什麼特攻 所以可能打不死 可能有點合理 但是... 但是... 這裏是什麼? 這裏是什麼? 緊鬼是吧 這個 緊鬼 緊鬼 緊鬼剛才死不死 死吧,OK 再換雷鳥 十萬伏伏 那裏是超能力 那裏是超能力 剛才好像也不死 但是也是不死 衝浪 不要用太多 那裏超能力 就快沒有了 緊鬼照用超能力 啊,可以了 緊鬼這個也是超能力 後面應該不太能用 可以 來吧 這次勝了 我的寶石海星還快不過你? 不過對面可能是... 對面是不是滿個體那些? 我覺得是 沒有理由打那麼辛苦 這隻化石飛龍怎麼可以這麼快 雖然是合理的 化石飛龍這麼快 因為他好像是8-3速度 和我寶石海星... 好像寶石海星都比他慢 總之快過他了 終於快過他了 但是應該死不死一下 應該死吧 這麼高 唉,終於死了 神經 龍輪可以了 他一來是用龍輪是好事 OK 他的寶石海星 沒有兵技 否則他死定了 這隻 雷鳥先吧 這個也是要用什麼 這個也是要用蟲心 蟲心是急動鳥 很重要的急動鳥 他應該會吃藥 好,直接燒死他 然後換回地鼠 先 急動鳥 急動鳥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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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秘護身 哇 一個這樣的破壞死光 噴火龍 噴火龍應該死了 差 不是吧 又破壞死光 先 金銅光線 如果練多一點 其實會贏得到 因為主要練我 其實我練了兩隻 來吧 啊,忘記救了 危險 好,我快過去 行了,這樣就不用怕飛沙腳 這隻破壞死光 這隻破壞死光 水應該死了 是 有誰 風神犬 風神犬怕水 保壞死光 應該是快過去 神速應該打不死我 嘩,一個咬死了 怕水,怕地面 水技 我想 我想背背龍打不住 雷鳥的 神藍伏筆 嘩,一個燒傷 難道我要輸 這裡 又吃了 嘩,看來要輸 嘩,他神速 他神速爆擊 真的很瘋 嘩,真的輸 真的輸 突然間要在這裡開始打 用雷鳥打到大部分 一樣,雷鳥放在頭 直接 這裡直接水 鳳神犬 鳳神犬的神速很難 好像巫師的速度真的有點麻煩 一下咬咬弓 馬上收了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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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打得很少 我們可不可以在第二彎用疾弓提升 如果可以就應該贏到 想不到 想不到我連完都還要用疾弓提升 嘩,降速度 減速度 嘩,搞事 減速度 我哪個 我哪個 風神亂跑 真的有點麻煩 還是直接打呢 其實我也可以直接打 先用 先用急凍鳥 但是急凍鳥很慢 噴火龍 噴火龍 噴火龍之後用 持狂攻擊 差不多了,可以換重 換灰灰灰龍 然後再換補色海星的衝浪 可以 打多一點就行了 水箭龜是雷鳥 黑魚 應該可以的 可以 呼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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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色海星 衝浪 幻象術12血 繼續 椰彈樹 怕飛行 火 雷鳥先 直接飛行 應該贏吧 沒得輸 還可以輸 只剩下椰彈樹一隻 再見 終於 各位 靠著星就要再加他能力強化 我才能贏到這裡 如果我不用能力強化 我要再多練一兩隻蟲 但是太浪費時間了 要用太多時間 我只練火石海星都要 過幾兩小時 過幾兩小時一隻 有點麻煩 怎麼都好 終於贏到了 這個飛洲版 你沒有給你精靈的愛 相反外遊 當然 飛洲版 結束了 雖然用了兩隻神獸 但是你看到都很吃力 因為他的技能全部都很爆擊 還有 有飛沙腳 有電光石火 不是 飛沙腳和影子翻身 這些技能 去做這個 閃避率提升 然後完全打不進 所以 為什麼我會選擇 保石海星的原因 因為他一來夠快 二來 可能特攻不夠高 但他至少夠快 至於其他精靈 我想到的都沒有什麼 我只想到保石海星 因為本身 打格鬥系那個 其實很辛苦 打得很辛苦 看看靠急凍鳥 他的急凍光線幾萬 但保石海星不同 雖然他特攻低了 低了一點 但是 都打得贏 這個飛洲版 就完美結束了 各位 恭喜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覺得 這個飛洲版的 會不會好看 還是你自己都會想試一下 我可能會把連結放在Discord 看看大家有沒有興趣去試一下 OK 今集的飛洲版完美結束 下次看看玩什麼 再見 各位 下面留言告訴我 你覺得怎樣 拜拜